我都劝她好多回了 她就是不听 还总是一副 唯有牺牲多壮志的德行 现在这女孩都疯了 说谁呢 没说你 喂 你在哪呢 在路上了 爸 今天路上有点堵 你赶紧过了吧 现在 马上 马上 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 你下班了给我电话 我还接你 好 拜拜 拜拜 喂 唐总 喂 你到哪儿了 我到地库了 啊 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么 进来吧 有事 今天礼拜一上班时间你说什么事 不是说好吗 听说没什么特殊情况 十点钟见你上班 今天有特殊情况 那我车上等你 进来吧 你一大早都干什么去了 我 是我一朋友 他有点事 他有点事 我发现英语在这一点上 比汉语强 英语的男他叫嘿 女他叫谁 你说的这个他是嘿还是谁 您什么时候学上英语了 吓唬我 佩服 您这么忙还有时间学英语 周末干吗去了 跟谁过的 等等这个 周末是国家法定休息日 我私人时间 我这私生活 是不是就不向您汇报了 你私事当然没必要向我汇报了 我的车你开哪儿去了 我可以问一句吧 您问这个呀 是我用了一下车 可是您看您这个 前些日子没白没黑的 天天的跑我这都跟着 这加班我也没说了是吧 咱一开始谈这工作时候 我就说好了平时我不加班 就是我不想多挣那份钱 要是加班咱得提前输 后来这也没按这规矩走 你急什么呀 我是你老板 你周末把我的车开出去了 我就问一下 你去哪儿了你告诉我一声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你干吗一副作责心虚的样子呢 我心虚什么呀 是我开您车去我 可是这周末是不是我 私人生活我 我可以不说呀 不 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我也觉得特没意思 我跟您这儿掰着这些 我没大老爷们呢 我告诉你 杨树 你鬼迷心窍了 你当我不知道你干吗去了 那个女孩你别招她了 她不是省优的灯 如果她好好的 人家别人能堵她劫她吗 你就是一小老百姓 你也没有什么盖世的武功 你也不是什么警察特种病 你能帮得上她吗你 您怎么知道 我看见她 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她上你的车了 我是说 您怎么知道有人接她 那你先告诉我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这不是上次跟您说过吗 是 树苗认识了 说向她妈让我见 我就见了 后来你们俩不是没联系了吗 是没联系了 你不是说人家条件特好 你配不上 你要是年轻二十岁 你就追人家 现在你死年轻了二十岁 还是她条件忽然不耗 给你给配上来 你啥这话难听 是她就配上来 告上来 你要不准重人 我都做了 那你为啥要偏人你 你不是跟个神 你跟她没有联系了吗 都怎么联系了 明天 昨天她联系上了 真的 那她哄你一个不是人 我陪你去不就行了吗 干吗非得叫上杨淑 怎么着也得找个男的 去压压厂子吧 咱们两个女的去 那不情等着被欺负吗 好了好了 我要去开会了 这样吧 还是我替你去 你把地址发给我 好吧 你放心吧 他们不会对我怎么着的 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开会了 拜拜 哎 丽丽怎么没来啊 太感冒了 怀孕了吧 还替她在这儿帮呢 怀孕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呀 人家黄老板的老婆 都找到公司来了 说她怀了黄老板的孩子 死活要给人生下来 让公司开了她呢 冯总监她找她谈过话了 不可能 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什么话都跟你说呀 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估计连她爹妈都不敢说吧 就这些 你也信 你们男的见了年轻的女孩 是不是脑子都进水了 就跟山红爆发了 死的那水是哗哗哗的 我到现在我算是知道 为什么管女人叫洪水猛兽了 因为你们男人一见 脑子就空白了 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她说她的前老板是黑社会的 要断她搁不断她腿 这你也信 可能吗 是她给别人当小三 人家大老婆不干了 找人办她 她才找到了你 拉你当挡箭盘 你是一司机 人家是白领 凭什么看得上你 她没看上我 没看上你就是利用你 你凭什么让人家利用啊 你图人家什么呀 我没图 我就是见不得人欺负弱小 弱小 他叫弱小 那我叫什么呀 弱小 我不弱小 我告诉你 年轻的产良虎豹 比上了岁数的斑马大象还要凶残 纠才一百倍都富裕 那我让你让我来说 让我来说 你这事 我让你放下 小小时 你去那些东西 你再来说 我给你 你赶快一点 我把你给我 我给你 我给你 你 那 杨总 我是车上等您 我今天不出门 您不出去 喊我来干吗 喊你来就是为了教育你 你坐下 我是怕你让女人给骗了 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警察 被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孩 骗了三十万 这个您放心 也没那么多钱让他们骗 我打个电话去 打什么电话要背着我呀 杨哥 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说了 晶晶在开会呢 她不方便接电话 怎么她也没法跟你说呀 行 我等你啊 大佬 您今儿要没事不出去的话 那我 我跟您请个假 我去办点事 什么事 回来我再跟你说 什么时候回来 下午吧 那要是我用车怎么办 您 您刚才说 您今儿不出去 那您就当我今儿病了 行吗 就当我请一天假 行吗 你说行吗 行 我走了 那我等了 我等了 我等了 好 好 杨哥 杨哥 咱们赶紧过去吧 你先开车 我告诉你怎么走 给 来这个袋上 装黑社会 走 又上外面吃下 有点客户 美女 上车 你好 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呢 我告诉你 你别老舍不得用男人 说我给杨哥打个电话 别冲我嚷嚷啊 大敌当前呢 那你下回跟我说一声吵 我跟你说你不没同意吗 不是 李 人家没同意的事干嘛非得做 就是再好的朋友 也不能这么不分彼此 杨哥 你不了解晶晶 她不给你打电话 是怕给你添麻烦 我只是在教她呢 女人啊 你要是不给男人添麻烦的话 就会有别的女人 给这个男人添麻烦 不给男人添麻烦的女人 最终会有别的女人 给她添麻烦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杨哥 你们俩到底是谁有麻烦的 你猜 老公 我好痛 动你个头啊 她为什么叫你老公 这是她发给我的 我怎么知道 行了 别没完没了的了 是我要没完没了吗 还有 宝贝 你还疼吗 你叫谁宝贝呢 我这不是为了稳住她吗 她要是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弄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 大奶打小三 她不是也不好听吗 她不是叫小三吗 姐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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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坐着 我给你出一主意 一会儿呢 他们一进门 咱甭管三七二一 先是一顿揍 大嘴巴刺伙着 啪啪 没错 完事还得问她 知道为什么爱揍吗 她好说都不知道了 咱们就一直垂 垂到她知道为止 然后还得告诉她 从今往后 只要再给我姐夫 发什么微信短信 就甭管发什么 只要跟她有联系 别让咱知道 知道咱们就揍揍 姐夫 一会儿您可别拦了 一会儿伤着您 一会儿伤着您 可適合我 建过贵妖脸的 还真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 你怎么还缠着老公 我爱她 呸 不要脸 还爱 四更半夜 发那不要脸的短信 阿姨 有你什么事啊 让你说话了吗 这是我家 上哪儿啊 事还没说完呢 麻将 你想干吗 你想干吗 怎么着 想哪家啊 你有什么叫出我来 这房子西北方位堆的是杂物吧 对啊 西北位男人位 西南位是女人位 是厨房吗 是厨房 怎么了 西南女人位是厨房 这女人呢 就强势 家里老公就怕老婆 那西北位放的是杂物 虽然老公怕老婆呢 还是容易生出这劫外生枝的事 你想说什么呀 我们家西北里老师衣帽间 对啊 衣帽间 过季的没过季的 穿的和不穿的都在那堆着 放置杂物 容易出乱七八糟的事 你会干风水啊 你会干吗 你不会干吗 我怎么看 你不会干吗 你不会干吗 你 π情绩 坐坐姿 你确定有什么 这不分别人 我不许不是 瞧瞧 瞧瞧这大吊灯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交通下进门就压着你 马上来给你换一个 鞋棍不易太高啊 鞋棍太高 家运不稳 家里人呢容易摔跤扭着脚 你说你妈怎么会好好的摔跟头 这鞋棍最多不能超过三层 鞋代表什么呀 那是根基得稳 高了不稳 他这鞋尖都冲离本 否则一开柜门 鞋尖都冲着你们 容易形成火烧 对自己不好 这 这能化解吗 银湾位属什么呀 莫属虎 她属狗 何呀 这位置怎么能挂这么多女人照片呢 知道这什么位吗 这是桃花位啊 在桃花位这么多女人照片 这都我自己的 对呀 您也是女人哪 这可是有讲究的挂一张 这老公专一 您挂这么多 谁给老公招桃花呢 她还不算命呢 她给你算了吗 想什么呢 想到杨太太了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我哪是开玩笑呀 我这明明就是赤裸裸的羡慕嫉妒恨 这男人啊 就应该像杨树那样 你看看老黄 看我一眼都不敢 这男人欲试啊 这男人欲试啊 就应该临危不乱 触遍不惊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我现在算是知道了 这牛逼之人 必然有他的牛逼之处 赶紧摘 对 把那一摘了 快 这儿 这儿还有 你赶紧 把那一摘了 这边 别都摘了呀 那 那留一张吧 您说留这张行吗 问你老公吗 留这张行吗 听到诗的 到底留奶的 现在算命线上 都开这么好的茶 他可不是一般人 你看这说话的架势 一般人能有这风度啊 你啊 你好好跟人学习吧你 瞧瞧你那样 你会什么 那炮哥 你又是多不如人家 你是说跟他身边那女的 比你养那几个吃钱的机械 强多了 还有你 你听见没有 你这叫桃花节 你再不赶紧断了 早晚又倒大没 这能怨我呀 实际上家里边 挂你那么多照片啊 你还来劲呢你 我给你画一素描吧 你可算了吧 那要不你教我画一个 我教你画 这也咱俩吃什么呀 你知道没有 有个人他画得特别好 就是怀才不赖 他还得过奖呢 可惜啊他就是一脑瘫 你得给他一机会你看 他坐那儿都好 真的啊 他真太不容易了 这脑真太不容易了 不是 你知道吗 这做人他得善良点啊 哎呦哎 你长得太漂亮了 真的 看你也长身材这么好是吧 画个画吧 对你脑瘫挺不容易的 他跟你画这跟平面模特没什么区别 你画一个画吧 他都脑瘫了 能不能善良点啊 好 您画个画吧 脑瘫比他一机会 画一个吧 那你脑瘫照顾照顾他 真的特便宜就50 画一会儿就完 好 要不画个画就完了 谢谢 好 为什么呀 他都不跟你画画 他不跟你分合了 真是 姐姐 画画一幅 画画一幅吧 这都是你画的 多少钱一幅啊 五十 二百 素描 唐红阿姨 你怎么没上课啊 你怎么没上班啊 这是我朋友画画的 你好 给您画一幅 来吧 来吧 来吧啊 你要什么 嗯 就这个就这样 你把眼镜摘了 你跟他画那幅 阿姨 你想画哪一幅啊 这边的和这边的都能选 素描 你用这个吗 这个 这个呢 我帮你调颜料吧 素描不用颜料 好 我先逼给我 哦 我 我逼你 好了 好了 阿姨 你看 画得还挺好啊 还挺像我的呀 熟人一百五吧 一百五 别搅了 别搅了 别跟我爸说你碰见我了啊 阿姨再见 拜拜 看见没有 我给你挣的二百呢 看这种 红的 很厉害 走 吃饭去 吃饭去 你说你 没我 你还挣红的 是 你几个月能出一个就不错 没你我照样挣 我跟你说 你跟我这儿找乱 歇了吧你 素描 阿姨正好一个人 请你们俩吃顿饭吧 真的呀 你想吃什么呀 你俩吃人吗 一定吧 这菜还挺贵的 他们家的牛排很好 给你点一份牛排好吗 你要几分熟的 七分 那我要两份 七分熟的烤牛眼排 嗯 好了 给你点一个蘑菇汤 嗯 你也要一个吗 蘑菇汤 两份蘑菇汤 然后再要一个凯撒沙拉 你们看一下你们喝什么 喝的在后面 我要一个金汤粒 我们也要 那就要三个金汤粒 杨哥 你给我也算算吧 真以为我会算 不会 那你不会你刚才给别人算了这个时间 我那是替你们解围啊 你想想啊 真要打起来了 谁是鬼 不可能 你还算出来他们家什么方位放杂物呢 这房子一般冲南边都是卧室 西边北边又阴又冷 那肯定是对杂物 那 那你还知道他们家厨房在西南呢 南边是卧室 西边北边对杂物 厨房放哪儿 只能是西南 杨哥 你就给我算算吧 你看我都这样了 我吧 以前听过一个比方啊 说这人的命就像是船运了 就像是河 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在富贵之家 那就等于一生下来上了一条大船 但上了大船 不等于不遇着风浪 所以啊 上什么样的船 进什么样的河 遇到什么样的风浪 这我们定不了 我们能定的就是 遇到什么事 该怎么解决怎么应对 要解决好应对好 这得靠脑子 对对对 杨哥 那你说我这事该怎么解决啊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啊 大街上认识的 唐吾阿姨 就是你怕让我这事别跟杨树说 杨树谁啊 他爸 你们认识是吗 我们俩是同事 谢谢唐吾阿姨 好 阿姨再见 他谁啊 特有钱吧 大老板 特有钱 他是老爹有钱啊 还是他老公有钱啊 人家人自己特有钱 自己奋斗的不成吗 好 他跟你老爸的同事啊 你要为什么 他跟你爸的同事 那不是还请他缩大餐呢 还那么贵 好 你那大叔啊 今天一直在他老婆身边待着 他对他老婆没感情呢 不可能这样 他也没有那么大叔 看着还是挺年轻的 他老婆有病 是个精神病患者 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 杀人都不用偿命 他跟你说了 他怎么不怕你寻死觅活 不怕你犯金生辩 我不会 他喜欢我 就是因为我比他老婆懂事 他就是给你洗脑呢 你一闹 他就有理由不喜欢你 你就是不懂事 那你就只好不闹啊 你不闹他多开心啊 他就等于把你当成他一玩具 想玩你了就玩玩你 当玩具不挺好的吗 总比他老婆好吧 整个一个工具 给他生孩子管公司的 一点情绪都没有 丫头 这玩具啊 是用来玩的 你要真想当玩具 你得找那种顽目丧志的 你那大哥 他不是这类型 那你觉得他什么类型啊 要我看他是那种很清楚的 他知道 玩玩具得花钱 你得有了钱 才能去玩玩具 那老婆呢 是欢暖已过的 这一辈子 谁还不遇到勾勾勾坎坎 谁还没有路走窄的时候 一会儿 所以啊 这选老婆呢就得 跟选工具一样 得选那结实那用 这玩具呢就是 玩一玩吧 来 杨哥你是喜欢玩具啊 还是喜欢工具啊 一直在跟你说 这玩 玩具就是玩一玩 扔了 对啊 对啊 就是因为你喜欢你才玩 那要不喜欢的话 怎么会花那么多时间 那么多精力去玩啊 那后边还有扔了吗 反正让我选啊 我就宁可当玩具 而且是让人爱不释手的那种 爱不释手呢 你小时候最爱不释手的玩具 现在扔哪儿去了 垃圾站了吧 我这人喜心不厌旧 对不起啊 接个电话 没事 你觉得他在那里谁打电话 我哪知道 老黄 你别搭理他啊 喂 喂 唐总 你在哪儿呢 我在外边呢 要去接你吗 跟你说个事 你要是完事了你就赶紧过来 见面跟你说 喂 我知道了 你干吗去啊 没事 回来跟你细说 我跟你说 你这个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等他回来 你就跟他说你喜欢他 看他什么反应 好了好了 你走吧 别老以为跟男人拖着 就能占上什么便宜 这时间就是生命 他浪费你一天时间 就浪费你一天生命 我要不要跟人家打招呼 杨哥 我有事先走就不打扰你们了 要走啊 大叔找我 看看 不是 你 这事你还真得劝劝他 不能这样 劝不动 你也着急走吧 这个公司确实有点事 我不着急 先吃饭吧 对不起啊 什么对不起 耽误你时间了 这可没什么对不起 你到了我这岁数就知道 有人耽误你时间啊 那是一种幸福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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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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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个问题 再说 你真的单身吗 单身 也没女朋友 没有 为什么她 没女朋友 还有什么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没男朋友 没遇到合适的呗 对啊 我也是没遇到合适的 来 问你个事 你那前男友 跟你多个仇啊 非常黑社会 骗你的 骗我 嗯 骗我了吧 想让你车接车送 给我当保镖 我蹭车啊 你说了就把这身子当保镖 我 其实没有黑社会的人要追杀我 也没有死缠着我不放的前男友 都是瞎编出来的 你看 我知道为什么没男的追你 为什么呀 你这动不动给人 编出一个前男友是黑社会 我说这追你那男人有多大大 你胆子挺大的 我那叫啥啊 我说不想怎么骗人的 那以后你还接不接我了 没人追杀了嘛 安全了 那就不用再接了 喂 你那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你别敷衍我 我刚跟树苗在一起 什么 我在大街上碰到树苗了 她应该上课呢 你在哪碰着呢 你把电话给她 嗯 行行 我马上过来 怎么又你买单了 我看你着急走 我这确实有急事 那我下次请你 你一会儿是单位上吧 对 我打车 好 那我先走了 嗯 手忙了 你先别急 先坐下 喝点什么呀 你在哪儿碰着她呢 没上学去 我在大街上碰到她的 还有一个男孩 他们俩一块 我们刚吃了一顿饭 他们刚走 那不把他们留住啊 小大声 那你男孩呢 你男孩干什么呢 街头画画的 长得还挺艺术的 街头画画那就是小混混啊 你看一下这他给我画的画 你看一下 这不是糟了你吗 你还让他给你画画 怪不得这最近 总还往外跑 他们俩当恋爱呢 你先别打电话 好像是吧 我也没什么恋爱经验 我也看不太出来 也有可能是普通朋友 我们只是瞎猜 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 你最近多看着他点 你别打电话 他不会出什么事的 他们这就出事就完了 能出什么事啊 就算他谈恋爱也很正常 他已经十八岁了 正常什么呀 他现在学生上学的学生 小点儿生 意面 dije 儿子 好 我不知道 这样走了多久 迅路太长 绕白了头 生活教会我 自己弥合伤口 梦想成为 信片自己的理由 爱在心里 已经出藏太久 幸福转身 在那个路口 当拥抱总是 在那风起之后 我却错过了 花开的时候 风在走 云在走 前方有 谁在等候 看太多的笑脸 谁能奋向监牢的泪流 岁月无情的手 将青春拿走 只风太宽总会 录下哀愁 我是否还有资格还手 想用爱 取消费一场 看太多的笑脸 不朽 不朽 看太多的笑脸 谁能奋向监牢的泪流 谁能奋向监牢的泪流 岁月无情的手 将青春拿走 只风太宽 只风太宽 总会 录下哀愁 我是否还有资格还手 想用爱 取消费一场 不朽 超顶 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